就前幾天而已 佛州就有一個人說自己是民主黨的人 但是他一定要投票給Desantis 在網路上爆紅 一個人有沒有能力 其實可以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常常覺得說政治是很複雜的 什麼左派代表什麼 右派代表什麼 自由派 保守派 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就只知道 當爛事發生的時候 政府會做什麼事 當我們這裡出現暴動的時候 你會派警察做什麼事 當颶風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國民兵 我們的軍隊會怎麼樣幫助我們 我們城市的道路坑坑巴巴的 你能做什麼 大家去過河桃市嗎 整個城市 一個坑坑巴巴的地方都沒有 整個城市道路是平的 然後沒有地洞 還有勤政國自己是市長 卻要求要立法說 市長要有任期限制 他不是只為了自己在做事情 他是真的希望城市可以變得更好 更繁華 更有機會 更創新 更自由的來做事情 他常在選舉的時候講說 Fill the pot hole 強調核桃市的這個道路 因為道路就是最直接跟當地選民有直接關係的東西 而且這代表說他在小處不妥協很細心 所以才更有能力去做更大的事情 遇到更大的問題的時候他才更有腦子去解決 Decentes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你剛剛看Decentes跟CNN記者對話那一段 你可以聽到一句話 You're misleading the narrative 你在錯誤的引導觀點 這句話很強大 Ron Decentes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如果你常常注意這個人的話 你會發現他很常使用這句話 這句話就是Ron Decentes版本的 You're fake news 川普常常說You're fake news 然後Ron Decentes說的就是 You're misleading the narrative 兩句話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但是一個聽起來好像比較好聽 比較有禮貌 感覺好像比較是在解釋事實 而不是在吵架 等於他用川普一個爆紅的方法 而且改良了來提升了自己 同時他也不想要讓大家認為說 他就是跟川普一樣的人 因為他的確跟川普很不一樣 特別是如果他要選2024要當總統的話 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 各位如果看美國總統的選舉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美國總統選舉基本上都是跟他上一任 是完全不同的人 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人 那在我的記憶當中 我的美國總統認知是從柯林頓開始的 柯林頓就是一個自由派的人 什麼都自由 好笑 任何事情慢慢來 慵懶happy的一個人 完全沒有宗教信仰 完全沒有道德價值觀 然後所有價值觀都是可以被更新的 然後白宮一堆醜聞 之後就到小布希 小布希就是一個 不管你怎麼看待這個人 不管他是不是什麼deep state 但是他當選的時候 他的形象就是基督徒 正直保守 絕對不會有什麼性醜聞 胡錦濤你來美國你連白宮都不能進來 你只能在外面的草皮 美國的首府不能讓 反對民主獨裁的領導人踏入 然後布希結束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是什麼? 我們得到的是歐巴馬 布希代表了老派 白人建制派 白人建制派 好像也不算是個保守派 搞了個什麼愛國者法案 來監視所有的美國人 然後歐巴馬代表就是年輕 有想法改變 Change yes we can 左派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 就是討厭美國 討厭憲法 所以他要來徹底的來改變美國 之後我們得到的就是川普 川普就是 沒有 我不吃你那一套什麼 Change yes we can 改變我們可以 我們就要回到美國原本的強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然後川普只做了四年 就有非常大的成果 我們的軍隊變強了 經濟變強了 沒有戰爭 能源獨立 北韓乖乖 俄羅斯乖乖 中國乖乖 在伊朗乖乖 全世界的電視機上面 都是他的畫面 全世界都會討論這個有趣的人 然後呢 我們就大概是政治歷史上 最無聊的一個人 最建制派 在政府裡面工作 大概三百多年的一個老人痴呆 所以拜登結束後 會是什麼樣的人當總統 或許是川普再當一次 不知道 但是 Decentes的確把自己放在了一個 非常好的位置 如果川普決定不選的話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人選